对了 佩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什么来着 她说你好像 不太爱解风情 真有这样的事吗 好了好了 别生气 别生气 我随口说说 随口说说 是 陈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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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回来了 萍萍 娘 你怎么了 娘 萍萍 娘 娘 发生什么事了 您为什么哭啊 娘没事 娘没事 您眼睛哭得很红 萍萍看着都想哭了 娘不哭 娘不哭啊 萍萍也不哭 萍萍 娘 您真的不哭了吗 娘真的不哭了 娘不哭了 娘笑一个给你看 看见您笑了 萍萍就不哭了 萍萍乖 走 娘带你进屋去啊 走 萍萍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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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和你聊聊 陈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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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你醒醒啊 陈刚哥 小姐 小姐 麻烦您让一让 病人的麻醉药还没有退 我们现在要送病人 到病房休息 你醒醒啊 陈刚哥 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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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别等了 快回屋休息吧 雨越下越大了 老爷他今晚是不会回来了 夫人回屋里去吧 我要等 我要等他回来 明天一早 天一亮 咱们再出去找老爷 行吗 夫人 我要等他 我要等他回来 可是外面很冷啊 夫人 夫人 朕刚在外团也会冷 我一样也会担心 你 我一样也会担心 你 你 陈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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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陈刚哥 陈刚哥 陈奉 有家的问吗 他难道忘了嗎 他为什么不回来 是不是把生生意了 夫人 娘 娘 爵姨 娘 你怎么哭了 陈奉 陈奉 我跟你娘没事 你快回房里睡觉 别让姨费林找了 不 我不睡 娘 您是不是在等爹 他不是在江园工作吗 冰冰 爹不在江园 爹 娘 爹是不是不要我了 爹 爹不要安安了 爹爹 爹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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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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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冈哥 你醒了 枕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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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陪神 你看清楚 枕冈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怎么在医院里 枕冈哥 你躺下啊 你更多完手术 你要躺下来休息啊 等一下 我发 发生什么事了 你发生了车祸 枕冈哥 车祸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都怪我的奔司机 开车不长眼睛 偏偏撞上了你 都怪他 都是他不好 都怪他 你的只撞了我 走 你的伤口 现在一定很痛对吗 你可是动了整整 几个小时的手术 我在手术室门外 记得我都快发疯了 枕冈哥 枕冈哥 你还不能下床啊 枕冈 我求你让我回去 我家人一定很担心 我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你变成这样子 枕冈哥 枕冈哥 我好伤心啊 枕冈 你别难过 我 我没有怪你 枕冈哥 我没有想到 我们居然会在这种情形下相见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恨你 可是我现在更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的车祸伤了你 我恨我自己不能替你承受这些伤痛 枕冈哥 我真的希望被撞倒的人是我 不是你啊 裴 裴 裴极 你先 你先冷静一点 你让我回去好不好 不 你不能走 医生已经说了 你的伤需要好好疗养 枕冈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爱着佩山 刚才你一醒来 就喊他的名字 可是我不在乎 我只希望你能够让我照顾你 你的伤是我造成的 你就让我 弥补对你的亏欠 让我受这份罪 好吗 好 好 好 枕冈哥 你究竟在哪儿 好 难道你对我的误会那么深 你不想回家吗 也不想再见到我跟孩子 不 你不是这种人 你不可能连家庭还有将员都不要了 你说过的 男人要有责任感 要顾家 也要把事业顾好 安安 你也在想爹 在担心爹 对不对 安安 你看 这是童心结 代表着爹和娘心连着心 永远在一起 可是你爹现在去 娘到处都找过了 可是都没有找到你爹 这儿 这里是爹和娘定情的地方 小的时候 爹娘常来这里 每次一到这里 爹和娘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把所有的不愉快 所有的烦恼都忘掉 然后手牵着手 开开心心地回家去 安安 你是在安慰娘是吗 好乖 朕希望你爹 知道我们母子在等她 在担心她 希望她此刻能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向老天爷祈求好吗 好乖 走 走 阿春 你给我出来 大小姐 大小姐 什么事啊 我问你 这些饭菜 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这都是刚才 刚才准备的 刚才准备的会这么凉吗 你在骗谁啊 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啊 大小姐 天气这么凉 天气这么凉怎么着了 胆子好大 竟敢怪罪给老天爷啊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大小姐 您别着急 我和阿春马上把这些菜再热热 哼 这还差不多 我警告你们 这些饭菜可是差错不得 要是让我再挑到任何的错 你们俩就别想在红家待下去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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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大小姐脾气 你说什么 大小姐 你说谁大小姐脾气啊 我没有 你没有 我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 你还说你没有 你嫌我大小姐脾气是吗 好啊 你滚啊 给我滚 大小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批评您 可是我在红家待了十几年了 天天伺候着老夫人 我求求您别赶我走 我求求您了大小姐 大小姐 我求求您了 要罚就罚我吧 阿春的身世怪可怜的 你就别赶她走了 好 阿春 我告诉你 看在吴妈的份上 我这次就饶了你 下次你再敢犯错 我可饶你不得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了 还有 我让你们准备饭菜的事 要是让姑爷知道 小心你们的皮 是是是 快去把饭菜热了 赶紧提出来给我 好好好 走啊 走啊 大小姐 饭菜已经热好了 这还差不多 小马 咱们走吧 你要去哪儿 我的事不用你管 姑爷 我先走了 吴妈 姑爷 大小姐有没有说她去哪里 没有 没说 又要去打牌 不像呢 看样子是去给人送东西 这人到底是谁呢 走 走 真刚哥我来看你了 真刚哥 真刚哥 你怎么摔下来了 来 我扶你 你是不是要下床才摔倒的 你怎么不叫护士呢 万一不小心伤口裂开了 该怎么办呢 小马 把东西放下 没事了 你先出去吧 郑刚哥 在你住院的这段时间 我来负责照顾你 给你准备最好吃的饭菜 佩琪 你真的不用这么费心 不 一点都不费心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差点忘了 郑刚哥 你看这束花 你觉得怎么样啊 美不美啊 其实美的不仅是花 还有它所代表的含义 你知道玫瑰花代表什么吗 代表真心的爱 热情的爱 不顾一切的爱 虽然 爱情总带给人们痛苦 但是这世上最美的事 莫过于爱情 真刚哥 尤其是那种 不管世界如何流转 依然见证不变的爱情 就好像 我对你的爱 好了 别说了 不 这整整憋在我心里八年的话 我一定要说 真刚哥 你 你知道八年前 我为什么要嫁给凯程吗 为什么要嫁给一个 我不爱的男人吗 因为你 因为你离开了我 你要和佩珊结婚 我因为一时的冲动 嫁给了凯程 我要惩罚我自己 惩罚我自己无能得不到你 我也要惩罚你 我要让你痛苦 让你一辈子内疚 让你一辈子内疚 让你一辈子内心不安 卑琪 但是我错了 我是在惩罚我自己 八年来我只能够用喝酒用打牌来麻醉我自己 我过着像游魂一样的生活 我空虚 孤独 陈刚哥 你好狠心哪 你真的好狠心哪 对不起让你受苦了可是我 我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你说一切都来不及一切都不可能都是命中注定我不要听这些话 陈刚哥 你不用再离开我了好吗 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我的生活也没有意义了陈刚哥 佩琪你冷静一点 不我不冷静 我要让你知道我内心的话 我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痴情 别闹了佩琪 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要为孩子想想吧 孩子 是啊孩子 你有儿子我也一样有孩子 难道你真的忍心要丢下孩子 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吗 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是爱情 你要记住 亲情是甚为爱情的 我 我不管 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包括我这条命 智康哥 等你好了以后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离开所有的人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这是不可能的 你别说傻话了 人家不是说人帝胜天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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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